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六 周末 我家一天班 下回就得等到圣诞节以后 12月27号再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周末 又是圣诞节以前 所以今儿呢 咱们不聊时事政治话题 差不多在两个月以前 有一集节目啊 我谈到了杨猪 就是战国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家 也有人把他归为道家人物 谈杨猪的时候顺带说到了孟子 就承诺 另外找时间和大家聊聊孟子 但是就一直这么拖着 所以今天呢 相当于补作业 咱们来聊一下孟子 孟子这本书一共有七篇 每一篇又分为上下 他的思想内涵和外言都很广 要洒开了说 咱们肯定没那时间 要是寻章逐句的 跟学校上课一样的来解读 那又会超级感人 把观众都赶跑了 那是非常枯燥乏味的 所以也不能那么干 因此呢 那今天我就挑我自己最有感的 给我启发最深的两个要点来讲 主要的呢 就是说孟子作为一个传统的捍卫者 作为一个知名的复古主义者 可是在他的思想中 我们却能解读出现代性 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矛盾呢 首先大家知道儒家的思想 特别是历史上儒家的主流思想 它和现代政治文明相融合 有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尽管很多人很努力 想找到传统和现代的结合点 但是这个障碍始终存在 就是历史上的儒家主流 它不注重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它功德和私德不加区分 而这个呢 恰恰又是现代政治伦理的起点 因为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它又是建立在一个权利意识的基础上 儒家讲的是内圣外王 修其置平 就是要求统治者 你内在具有圣人的品德 对外施行仁爱包容的王道 这叫内圣外王 按照礼记大学篇所设计的那个步骤 就是你要先诚意正心修身 这都是你个人内在修炼的步骤 然后才是由近极远的推广到其他人 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认为你治理社会能不能获得成功 关键在你个人的道德 得建立在你个人道德感召的基础上 这个修平置齐的思想 它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判断原则 这个正面意义呢 我们首先得肯定 就是它奠定了一个人性层面的普世道德原则 你不能说你作为个人得讲诚实 到了国家层面 为了国家的利益 你作为领导人去撒谎 就要得到鼓励 那不行 你国家也得讲诚实 同时作为个人 你欺负弱小的邻居 抢别人家东西 要被谴责 作为国家 你事强凌弱 反而是一件值得吹嘘夸耀的事 那也不行 也得被谴责 所以这叫从天子以至于庶人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也就是说 从天子到庶人 从国家到个人 遵循的都是一个道德 没有两个 在人性层面呢 我们就得讲道不二出 因为人类能够结成社会 能够有协作 他必须得有信任 假如地位低下的人 你要求他诚实 地位高的人就可以不遵守 就可以不诚实 那就会割裂社会的信任 瓦解文明 所以儒家讲修其置评 由个人的道德出发 推广到社会 他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人性层面 道德二出的判断标准 可是这个修其置评 内圣外郎的思想 它又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功德和私德不加区分 你个人私生活上有瑕疵 那你就不是圣贤 对不对 你不是圣贤 那你凭什么带领我们 开创太平盛世呢 你看他就存在这个问题 在现代社会 假如我们要求 政治领袖都是圣贤 他少年时候没有逃过学 青年的时候没打过架 中年的时候没有离过婚 那你基本上就挑不出人来 为什么政治伦理的传统性和现代性 它之间有这么大一个鸿沟呢 大家啊 不管你是儒粉 是儒家的支持者 你还是儒黑 是批判儒家的人 我们都不能忽略了儒家 他的主张所依托的那个物质环境 就是修其置凭要有效 它得是在一个熟人社会里面 得差不多是个小国寡民的环境 人们彼此熟悉 若干待人在一个小范围的地理空间里活动 它有长期激淀下来的各种层面的社会纽带 在这个熟人社会里面 你随便找两个人 他们可能既是师徒 又是上下级 又是邻居 往前推两辈呢 又是亲戚 在这种环境下 维系社会要靠温情的纽带 作为一个社会治理者 确实你还真的没多少强制性的工具可用 你说你是个地方官 作为一个管理者 你必须铁面无私 有人拖欠交税 屡次警告无效 你把它关起来了 结果一查族谱 它是你家唐大爷 所有亲戚都觉得你这个小子太不地道 到过年的时候呢 你总得走亲房友吧 好 家家给你吃闭门羹 也没有亲戚上你家来拜年 你马上就会感到在熟人社会里面 被孤立的巨大压力 所以还是算了 早点把你唐大爷放出来吧 所以在这种社会环境下 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也是成本最低 摩擦最少的管理方式 确实得靠你个人的人格修养 让大家自愿服从 而儒家学说的初衷 其实它也就是要维护这个熟人社会的稳定 它是不想让这种社会结构瓦解掉 而现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统治 什么叫资本主义啊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大范围的陌生人协作 它是全社会以交易活动为中心 大范围陌生人群的分工协作 熟人的小圈子被打破了 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城市 你在生产线上工作 你知道你旁边那位是什么来历吗 你别说往前推两倍 就是往前推祖宗八倍 他也跟你扒杆子打不着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 原来那种温情默默的纽带不起作用了 管理成了一项高度专业高度复杂的工作 这个时候啊 你在你们老家修身齐家 你就算很成功 但是不代表你就能胜任管理工作了 不代表你能做供应链管理节约成本的工作 能达成这个目标 也不代表你懂宏观经济 能够决定是应该加息还是降息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 就算你道德很高尚啊 动机很善良 同样会做出错误的决策 而一项错误的决策 就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所以随着社会的复杂化 你内圣未必就能导致外亡 对吧 最起码你内圣和外亡 这俩事儿之间的距离远了很多 中间环节多了很多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直接了 所以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呢 你就要区分功德与私德 所谓功德就是你作为一个行使公权力的人 你要清廉没有贪污受贿的劣迹 你要有责任感 你的行政活动公开透明 那在这个功德领域 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就是达标的 至于说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打过架 抽过大麻 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脚踩两只船 伤害到了某位纯真少女的感情 只要这事儿它不住犯法律就属于私德的领域 而私德的瑕疵只要不是说大到影响大家对你履行公职的信任 那就是可以包容的 因此呢我们有很多爱好传统文化的朋友啊 在谈到复兴传统的时候一定不能忽略了这个社会基础环境的变化 那这个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 介绍了一大堆背景啊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啊 要不然呢我一说孟子有人就说你是复古派啊 不现实 所以呢咱们得先探讨一下背景 现在来说孟子 孟子在儒家的圣贤里面 其实他算是个另类 在两千多年前 他就把功德和私德加以明确的区分 在儒家的知名人物当中啊 能够非常明确的这么做的还真的非常罕见 因此在孟子身上 我们能看到一些矛盾因素的结合 他是一个坚定的传统维护者 在战国那个礼坏乐崩的时代 他仍然坚持周理所代表的那个社会秩序 希望回复到那个状态上去 所以这方面他当然是孔子的坚定捍卫者 可是同时在他身上呢 我们又能看到一些现代政治伦理 所闪耀出来的光芒 孟子是怎么把功德和私德加以区分的呢 在孟子梁慧王下这一篇里 有这么个故事 就是孟子给齐宣王讲解了什么叫王政 就说官寡孤独 这四种人是百姓当中最穷苦无告的 最可怜的 所以周文王姬昌他当年是办社会福利的先驱 他行政的时候一定要先考虑到这四种人 先照顾到这四种人 这叫王政 诗经里面说 格以妇人哀此穷毒 齐宣王听了以后就很感动了 就说哎呀您说的太好了 孟子就说那王如果觉得好 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齐宣王就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叫做寡人有吉寡人好祸 就说我这人呢有毛病 喜欢钱抠门 我喜欢存钱 啥好东西我都想自个儿存起来 从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个齐宣王在历史上他肯定算不上什么明君圣主啊 但是呢他还是蛮诚实的 他不避讳自己的缺点 他不装 于是孟子就给齐宣王讲了一段诗经大雅公流里的话 这段诗是这么说的 乃吉乃藏 乃果猴粮 鱼陀鱼囊 司吉用光 宫史四章 干戈弃阳 原方启行 就是说当年呢 周人的祖先公流也喜欢钱 也挺爱存东西 还存了不少 但是那个时候呢 老百姓家里有存粮 外出远行的人有干粮 大王你如果喜好钱财 与百姓同之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这里就有个关键词 叫做与百姓同之 也叫与民同之 什么意思呢 接下来会解释 齐宣王听了孟子对他的开导 他又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叫做寡人有吉 寡人好色 我这个人呢 还有个毛病 就说我这个人不那么高尚 你讲的古代圣王 贤王做的事啊 我觉得我够不着 就是说我这毛病是 我喜欢漂亮妹子 我好色 我离不开 孟子就又说 他说那也不是问题啊 周太王古宫胆妇也很喜欢美媒啊 所以又给他讲了一段诗经 这段诗是这么说的 古宫胆妇来朝走马 率兮水浒置于旗下 元吉江女 欲来虚语 就说古宫胆妇 他作为周部族的首领 在部落迁移过程中 他有很多重要的公务要办嘛 可是他总把他妻子来在身边 你像勘察地形 修建新居 这些重要的事情 需要外出 他都把他妻子 姜氏带着 也是同行同旨 同肃同眠 他很爱他的妃子 一天也离不开 但是那个时候 社会上没有嫁不出去的老处女 也没有讨不着媳妇的老光棍 所以王如好色 你喜欢漂亮妹子 与百姓同之 与王何有 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说到这儿呢 我们就要解释 什么叫做与百姓同之 是不是孟子劝齐玄王 把你的府库打开 把你存的这些好东西 都分给老百姓呢 或者说 把你的后宫大门打开 让你后宫的姬妾都嫁出去 把他们分给贫农做媳妇呢 那这个呢 就叫做共产共妻 不叫与百姓同之 它不是这个意思 所谓与百姓同之的意思就是 当你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要想到 你是人 别人也是人 你喜欢的 别人也会喜欢 不能因为你喜欢攒钱 就把老百姓搜刮个底朝天 把人家家的存粮 全都弄到你的粮仓里去 也不能因为你喜欢漂亮妹子 你就派出使者四处寻访美女 把妹子们都弄到你的后宫里圈起来 结果你又顾不过来 做不到羽露君瞻 弄得内有怨女 外有旷夫 就是让人家女孩子 搓脱了青春 又让宫墙外的一大堆老光棍讨着媳妇 你要想到你离不开美媒 那老百姓也要娶妻生子啊 所以与民同之 它讲的是一个同理心 其实就是换了一套语言 给齐宣王讲儒家的那个推己及人的忠述之道 由自己推广到别人 这叫推己及人 在这个语言表达方式上啊 我非常佩服孟子 因为这个《论语理人》篇里面 他就记录了曾子的这样一句话 曾子也是孔子的学生 曾子说 夫子之道 忠述而予以 就说我老师孔子的学说啊 最精髓的就是忠述两个字 我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 其实是摸不清头脑的 什么叫忠述啊 忠是不是忠诚 数是不是宽恕呢 既忠诚又宽恕 因为他这个话很简略 你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 你光等着一本书看 会有很多这样的疑问 就是当时很多人觉得 不言自明的东西 不需要解释的东西 可是脱离了这个时空条件以后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可是孟子和齐玄王讲 你喜欢钱财不要紧啊 要有同理心 与百姓同之 你好色也不要紧 与百姓同之 我一下就明白了啊 这就是在讲推己及人 这就是在解释忠述之道 他特别生动 他一下子就让你理解了 关于这个与民同之的同理心说教啊 其实当时的统治者已经不能去实践了 因为外在它是有一个州里的制度 但是这个制度环境在战国的时候也已经被破坏了 也已经废弛了 但是我这里想强调的是 孟子他把政治人物的功德和私德做了很明确的区分 你好色 这是你私德上的瑕疵 好不好 当然不好 可是你是王 你要治理天下 你能做到让天下内无怨女 外无旷夫 人们生活的幸福美满 该嫁的都能嫁得出去 该讨的媳妇的都能讨得着 人们生活幸福美满 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功德的领域 你就是没有瑕疵的 就是没有欠缺的 你就是一个贤王嘛 你说你贪财 在你私德领域上讲是瑕疵 好不好 不好 可是你是王 你只要让天下富足 老百姓也能攒钱存粮 那你在功德范畴上就没有欠缺 你同样是个贤王 将功德与私德相区分 这是现代政治伦理的基础 那孟子呢 他是明确表达了这个思想 在他那个时代 确实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我说 他是古代社会里面的现代先驱 他是传统性里面的现代先驱 类似的观点在孟子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处都有出现 比如在《黎露夏》这一篇里面 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资产在郑国执政的时候 用自己乘坐的车鱼 自己的车子 帮助老百姓渡河 孟子就批评 说如果他在11月份修一座桥 可以供行人行走 12月份修一座桥 可供车马行走的话 那老百姓就不会为怎么渡河而发愁了 他说 就是你作为执政者做好你分内的事情 解决好这些公共服务的问题 就算你出门名罗开道清空街道都是可以的 你作为一个执政者一个一个的帮老百姓渡河 你也帮不过来啊 所以你看 资产用自己的车鱼帮老百姓渡河 爱民如子吧 私德很好吧 那肯定是 可是他没有安排好修桥这个事儿 那就是你功德上的欠缺 那就是失职啊 作为一个国家执政者 这算好算不好吗 当然算不好 这只是从这一件事情来评价资产啊 因为资产确实也是一个闲人 所以在孟子的观念里面 我们看得出来 功德和私德的区分是非常明确的 说完这个事儿呢 就是再说一下我对孟子这个人人格的侵慕啊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非常神往孟子的气度 从孟子身上我很明确的看到什么叫做不依怀道抗礼天子 在面对这些君王的时候啊 孟子礼节上不卑不亢 可是言谈举止之间你看得出来啊 他的那个气势和人格地位 是远远高于这些君王的 这些君王虽然是世俗间的 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 可是在孟子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的 比如 齐玄王是个文艺青年 他很喜欢听音乐 然后孟子呢就从庄报那里听说到这件事儿 他就问齐玄王说大王曾经对庄报说您喜欢音乐 有这事儿吗 齐玄王啥反应呢 马上脸羞的通红 跟那做错事儿的小学生一样 就是说寡人非能好 先王之乐 只好世俗之乐耳 就是说先王那些高大上的音乐啊 那些雅乐啊 那我是够不着的 我最多只能听听流行音乐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齐玄王 他尽管是王 在孟子面前 那完全处于人格被碾压的地位 这个事儿呢 就像这个突然贝多芬上你们家去跟你说 小王啊 听说你很喜欢听音乐啊 有这回事儿吗 那你敢说在贝老爷子面前我懂音乐吗 你只能说 哎呀 跟您说的那个音乐比啊 我听的那个都不叫音乐 只能算个流行小曲儿 因为孟子呢 他言必称姚舜 他要跟你说音乐 他肯定跟你说皇帝时期的云门大乐 帝顺时期的韶乐 齐玄王知道自己 不管在学识上修养上 在追求那个品位上啊 完全够不上这些高大上的边儿 就主动承认 我喜欢的只是些世俗的音乐 够不着您说的雅乐 所以你看他是王又怎么样呢 两个人往那一摆 气场就在那儿 人格的高下 气势的强弱就一目了然 孟子多数时候对君王是长者的姿态啊 寻寻善诱的语气 但有的时候啊也相当之不客气的 孟子见梁襄王出来就跟人说 望之不似人君 救之而不见所未言 就是远远搭一眼啊 我就知道这家伙没有那个国家领导人的正形 这叫望之不似人君 后来我看这个电视新闻里面啊 奥巴马总统从他的这个专机悬梯上下来 就这么一点一点的一路小跑下来 脑子里马上就蹦出孟子这句话 望之不似人君 对吧 看起来就轻飘 你没个大国领导人的正形 你没个大国领导人的正形 亚历山大的隋从说 站在你面前的是世界征服者亚历山大 但是亚历山大非常之谦卑温和的问迪欧根尼 说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能为你做什么呢 迪欧根尼说 就一件事啊 请你不要站在我与太阳之间 什么意思呢 老兄你没看见我在晒太阳吗 你挡着我了 麻烦你挪一挪 就是说这个话 这句话里面呢 其实有一个隐喻 就是阳光代表真理 迪欧根尼的意思是说 我心中只有真理 没有别的东西 你亚历山大代表的是权势 我心中没有任何位置留给权势 没有你的空间 所以请你不要站在我与阳光之间 不要站在我与真理之间 那总结今天的话题 其实呢 今天谈孟子主要是说了一个要点 就是他既是传统的捍卫者 同时他在思想上 又有现代政治伦理的火花 对孟子的感触还有很多 只能说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聊 所以祝大家圣诞快乐 咱们12月27号再见 谢谢大家